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做事情 不能仅仅是理性或者仅仅是感性 其实很多事情需要你综合去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我不希望我变得不一样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是我 当演员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人生经历 对 它不仅仅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快乐 它同样能够让我把自己虐个半死 或者说同样能够让我感受到 其实我作为罗云熙感受不到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对于我自己罗云熙本人来说 它是有帮助和有成长的 各种各样的打戏 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感爆发的戏 我觉得都挺过瘾的 对 因为这种戏的时候 作为演员来说 它是一种特别能够锻炼你 然后能够让你特别的唱快爽快 然后非常爽的戏 其实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现象 说明就是小于先关这个角色 在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被认可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么其次的话 我觉得除了这一点 我发现现在在网上 其实对于我这个艺人的一些消息 不仅仅是小于先关 就是更多的 还是有很多关于罗云熙 我自己本人的一些消息 其实这个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现在作为罗云熙 大家的印象不仅仅是小于先关 就是更多的 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自己本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小于先关 说明这个角色可能 确实还是有他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对于我罗云熙来说 这是一种认可和肯定 我很开心 有这方面的倾向吧 但是我当然也有年轻的一面 其实不是老干部 我觉得算是理性的一面和感性的一面 比较理性的一面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深沉 比较所谓的老干部 但是我也有感性的一面 所以就比较年轻 比较有活力 那其实就是这两种东西都要有 你要去把握好两者的度 而且我觉得做事情 不能仅仅是理性或者仅仅是感性 其实很多事情需要你综合去思考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去做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是老干部的话 无所谓 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看到我比较小朋友的一面 这是真的比较遗憾的事情 因为真的从小我开始上中专了之后 我就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 然后上完中专 我就去上海读大学了 就变成寒暑假一年回家两次 所以我其实跟我父母的在一起的时间 真的可能比普通人要少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父母也是特别开明的父母 就是他们能够在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自己自得其乐 然后自己去找自己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去做 对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对父母的陪伴就是珍惜每一次回家的机会 然后只要能够回成都 我肯定都会好好的陪着他们 只要不是这次回成都是去工作的 他会和我求证 他会和我确认 你确实是想清楚了 你确实是想好了 如果你真的想好的话 那么你就去做 不管结果如何 是好的你要自己吃 是不好的你也要自己吃 但是不管好不好 你只要回到家里边 你爸你妈都守着你 对 所以他们就不管我的选择是什么 他们都是抱着支持的态度 对 只要所有的困难我自己一个人能够扛下来 就好 但是我爸 我爸是那种 特别爱指导人的人 就是属于是 他本来就是舞蹈教师 然后 他就会告诉你 眼睛要放光 然后 什么 仪态要有风度 然后你的武打动作要到位 他会各种各样的 把他觉得的正确的东西交给你 然后觉得我爸是特别可爱的人 因为他说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有用的东西 但是他会真的非常耐心非常友善 就是很想告诉你觉得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然后他会告诉你 对我说 好的爸 好的我知道了 我会这么去做的 没有啊 有吗 什么叫很直男 可能直男说话就是比较直接 然后又不太会哄人 我印象当中现在男生好像都特别会哄女孩子吧 我算是那种不太会哄的 我还在学习当中 但是我觉得啊 以我的观念来讲 我觉得不管是对待女孩还是对待所有人 还是我刚才的那句话 我觉得都要真诚 你不能说为了去哄而变得不真诚 对 其实你说的每一句赞美的词 或者说是每一句夸奖的词 其实你都是要发自肺腑 你只要说的是真心话 面对一个明明是黑的东西 然后你硬是要把它说成白的话 我是做不到的 但是它明明就是白的 你要把它说成你其实是在发光 那其实是可以的 无数话呀 因为我也经常恩我哈哈呀 我聊天是属于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可能会知道我说这句话 对方的反应是什么 对所以我就会斟酌我说这句话 要不要这么说 如果我觉得我这么说的话 这段话就死了 那我可能就会不这么说 不这么说 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都还是能够让别人 就是继续聊下去的 除非就是我想终止了 对 那我就终止了就OK 我希望将来如果别人提到罗云熙的话 第一句会说的是 这是一个好演员 这是我希望做到的 奖项啊 现在还没想过 那当然你要是能把所有的奖都拿完 那是最好的 但是呢 现不现实 或者说是有没有机会 对 我觉得目前的我还没有考虑到奖项 我觉得目前的我 就是要对得起自己每一部作品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做到一个良好的心态吧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也好 或者说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也好 就是我不希望我变得不一样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是我 我印象当中写日记好像也真的就是 小学初中的时候了 长大我还真的没有怎么写过日记 对 但是其实写日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哎 真的 你说要写日记这个事情 我突然 我突然想到就是 好像我小时候真的写过日记 然后如果当你长大的时候 然后你把小时候的日记 翻出来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是 是什么来着 我好像写了一天 写的是真的是小学的时候 就写的是 今天中队长被取消了 好像是因为什么事 哦 因为 好像就是因为去那个玩游戏 对 然后 就反正那天 日记上面写的是 今天中队长被取消了 然后 哭得特别伤心厉害 我突然就觉得特别的 哎 小时候的那个就是那种 小孩子的心情特别有意思 其实写日记真的就 就你其实反过来看的时候 发现 那段时期你的一个状态 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自己会做 但是一般不做 你一般都是做给自己吃 因为我是一个人生活嘛 所以要做的话就是自己做给自己吃 然后所以说就没有那么愿意做饭 对因为我比较懒 对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你要说我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要露的话就必定会露一手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